今天这期视频有对象都给看住了 否则看到这台车之后 我觉得你可能难逃一劫得破财了 如果大计有一个迷你的电动版本 那我觉得这就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全新的Smart 5精灵5号预售价24.5万元起 今天就跟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号称史上最大也是最豪华的Smart 究竟怎么样 上来很熟悉的感觉 Smart家族的设计 然后你还能感觉到非常浓烈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设计元素 比如说这个座椅调节按键 奔驰一模一样吧 好了兄弟们 40分钟40公里的路程 我觉得是时候来跟你们聊一下 这台精灵5号的驾驶感受了 你坐下来之后会发现整台车 它坐进驾驶舱之后 带给你的开阳感和开阔度 是做得很好的 而实际上这台车它的车宽也达到1920毫米 所以坐舱内确实很宽 车外面看着确实也很宽 第三得益于它帮盒子的造型 整个前挡风玻璃的面积 通透的感觉是做得特别好的 第二把它开起来之后 它确实也是挺有驾驶质感的一台小车 我们这台是一个单电机 就螺旋弹簧的版本 前双插臂后连杆 如果是高配的车型 还可以选装空气悬架 还可以有CCD的可变阻尽悬架 所以配置是对的很高的 但我觉得就咱们开的这个版本 它的质感也完全对得起它的售价了 底盘我觉得是在有质感之余 偏软偏舒适性的一个调教 其实开在云南这段高速上面 经过一些高速上的伸缩缝 包括高速路面的起伏的时候 你是能感觉整个车底盘和车身 是会随着路面有一些波长上的浮动的 一抛一跳 整个下来的那个起伏 你是能感觉得到的 但是它过坑洼时 整个底盘对震动的处理和过滤 是非常干净的 在变道的时候 感受它这个转向的指向性 其实是准的 但是回正那一下 在感受它的阻尼和力距 其实转向是偏程的 不过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毕竟Smart 5现在是一台很大的车 对吧 我觉得转向的质感 得匹配上它这个更大的车身 别是转向很轻 然后车身很大 结果整个转向和车身空态响应 完全不笔配 那感觉就很糟糕了 第三点能体现出质感 就是整台车它的NVH 能够吗 它格子也在底东放了紫 然后现在我头上选了心理架 左边有一个小背包 右边还有一个小梯子 照常理来说 刚如出自封组应该是罗特别的 但是无论的车身空态 你感受一下这个NVH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 以一个电动的方盒子的水平来说 真的不错了吧 能想要一下 车身空态的车身空态的车身空态 那么随着随着可以吃的车身这么重 别良心高 如果觉得并让人光了 车身里想开 可动力绝对一个 绝对绝对一个 无论从动力的响应 平顺性 还是哪怕现在我们高速 我要110亿以上再超个车 完全没问题 一脚垫下去 随叫随到 给就有 兄弟们 给就有 所以可不出自网 光字一阵七色 机子疯一字疯一字疯 龙黑车自额 你感受一下这个转向 底盘的质感 NVH 整个车厢带给当你的感觉 确实好像哪哪都有一种奔驰的即适感 现在开了60公里 20公里的国道加40公里的高速 那国道差不多就顶着60开 高速差不多100左右吧 然后这台车它现在电号是16.7 我觉得以电动方盒子的水平来说 还可以能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台在想方设法 要把你拉去野外 你要能把想要阻止 如果我开这台车主机自驾 在高速上面 我可能还是肯愿意用它的自动驾驶 顶上这里有一个激光雷达 设置好导航目的地之后 现在让它自己开就可以了 反正云南这种路况 跟车距离啊 车道居中啊 主动转向啊 这些变道 对它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度嘛 总体来搞个Smart 开起来觉得没有做好开 爱开 愿意开 那Smart它并没有因为整体车身尺寸 变得更大 但相反一些基础东西就做得不好 整体的驾驶质感灵活程度 一家型好上手程度 做的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个开枪没有太多下次的车 讲完了动态驾驶的部分 如果你把这台精灵五号就静态停在这儿 里里外外仔细体验了一下 你会发现这也是一台能体现出质感的SUV 有这么几个细节是很打动我的 给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首先要说一下的是它的尺寸 你要知道不愧是史上最大的一台Smart 现在这台精灵五号它光车长就已经去到 4705毫米了 而轴距2900毫米 我查了一下数据 最后一代停产之前的Smart 4 II 它的长度是2695毫米 也就是说现在这台精灵五号 它光轴距就比老的Smart 4 II 要来着更长了 那可能很多Smart粉丝觉得 现在精灵无关系统一号三号还是到五号 都是越做越打一点都不Smart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Smart它的定位 它现在是一个纯电动的车型 而且以现在它的目标用户的需求来说 大家既要在城市里面通勤 可能有些时候也想要去开这台车 到户外去探索更多的场景 那现在这台精灵五号 这两种场景都是能够满足你的 我觉得Smart它把车身尺寸做大 这没有问题 Smart怕的是无趣 在一个尽量克制的车身尺寸的前提下 这台车是否还有足够的个性 是否有趣 我觉得这个才是Smart 它应该精神传承到的地方 逼着的位置有一个Started by奔驰的logo 确实从里到外 它都很想很骄傲地 把自己是由奔驰主导设计的这个概念 给展现出来 而且你看整台车 虽然是一个很可爱的造型 但是不是擅差 我们选装了行李架 选装了小的侧梯和小背包 这些选装件一加上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台Smart五精灵五号 它的那种野味野趣一下就出来了 这是一台天生爱玩的车型 然后在前大灯和后尾灯的灯组上面 是做到了前后一致的呼应的 一个贯穿式的灯组 方充带员的设计 而且前面有四个小的LED的灯 当然我还了解到说 其实这台车它是支持原厂的 在这个位置就能选装 十分高亮度的射灯的这样一个选装件 它的照射距离能达到47米 所以如果你想开这台Smart 去一些露营的场景 或者说简单的去一些野外的话 我觉得它的很多的选装配置 是完全没有问题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 而且现在这台精灵五号 它还有前备箱的设计 我看了一下容量是非常可观的 现在我们里面放了我们摄影老师的一个背包 但如果你放一个20寸的登机箱 这个前备箱的空间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台是螺旋弹簧的一个版本 如果你选装空气悬架 它的整体悬架提升幅度 是能有90毫米的调节行程 最大的涉水深度是有500毫米 那前一阵上海正好碰到了两个台风 有很多路段都有涉水的一个路况 我觉得开这台车500毫米的一个涉水深度 应该能满足你大部分城市涉水的需求了 然后来到尾部 它这里有一个充电盖 触一下电动开关的方式 这个是非常尊贵 能体现出质感的一个小细节吧 然后再来到尾部 尾灯的设计 就像我前面和大家说的 和千大灯是完全呼应的 那尾箱怎么开呢 很聪明的把这个尾箱的开启按钮 隐藏在了Smart A这个字母的当中 如果你按一下之后 当然电动尾箱就会自己打开了 悬浮时的轮骨盖 也就是说当整个车轮转动的时候 这个标无论如何 它始终是垂直向下 始终是震的 这点治好了我的强迫症 有没有 上车有两个我不太喜欢的小地方 第一是它这个无矿车门啊 这边有些尖 那如果我离它过近的话 有一定被打到的风险 下意识的往后让一步 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就是它侧面的脚踏板了 那如果是比较高的车型 装一个脚踏板 一步两步上去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其实这台Smart 它的整个座舱的高度 我觉得并没有到那个 要让你用脚踏板的程度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电动踏板 不会收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直在的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选装件 不过如果我现在就这样上车 大家看 大家看见没有 会蹭裤腿 所以这个踏板 我觉得从样子上来说是很好看了 但就这多出来的宽度 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 会稍微有些多余 还有一点就是它门把手的按钮 在这边有一个圆形的开关 你得手按住 然后这样把门推出去 然后从外面抓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觉得它整个门把手的位置 因为集成了车窗控制的面板 所以宽度会有些大 我觉得我手已经算是偏大了 如果是手比较小的女生的话 抓握这个开关够起来 其实稍微有些困难 设计感是很棒 但用起来如果手小的话 可能会有些吃力 整套内设设计 讲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那官方是叫做一个胶囊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从中控到副架这边 是一个小胶囊 然后背后又隐藏了一个大胶囊 而且它把屏幕空调出风口 一些功能的按键 整体设置的非常和谐 不会让你觉得有哪个设计是特别突兀的 一致性做得很好 而且在门板和中控台上 你都是能看到来自于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的 橡木实木式版的 这个可真的都是实木 然后中控台包括门板一些包裹的地方 你手经常能接触到的一些地方 也真的都是真皮材质 所以整台车你坐进来之后 质感是绝对在线的 除了的地方都非常顺手 有当中两个无线充电的面板放手机 背架以及当中有一个非常深的中控厨箱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储物空间 没有问题 门板上因为做了镂空的处理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放一些大瓶的水 也都是能放得下的 车机就是现在Smart家族式的设计和逻辑了 如果你去线下实体体验过 应该上手会非常快 之前精灵1号 是Smart和Beats合作的一个影响系统 但现在精灵5号 直接从Beats升级到了Centacel 2000瓦的功率20个扬声器 而且在这边还有一个可拆卸式的扬声器 可以供你去户外当作音响来使用 它也能支持手机充电的一些功能 拔这个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你拔过一次之后 正常把它给拔下来 Type-C的口 你可以拿它来充电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移动Hi-Fi音箱 加移动充电宝 贼牛逼的老规矩 渡口声音大碟 给大家听一下质感 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还行啊 在这个区域它有一个可升降式的扬声器 造型类似UFO 我觉得从它车启动那一下 升起来的那一下 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这也能体现出质感 那现在车大嘛 大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吧 所以现在副驾 Smart也给它安装了零重力的模式 如果现在就这样住车 舒暇 我想小气一下的状态 这腿拖敲起来确实非常舒服 而且它的腿拖的长度 是可以根据你小腿的长度 再去进行一些细微的调节的 那这个就非常的贴心 那倒下来之后 我再看这个全景天装 哇塞 这面积是真的巨大 而且它是配备了电动遮阳帘的 所以它关起来你都得等它一会儿 兄弟们 而且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开关 即使一个小小的拨感是 这种设计上的小细节都能很打动你 我觉得这车就很适合那些生活在都市 对球品质感的年轻人 他们想要在都市有一台代步的车 当然他们可能偶尔也想去户外露营 想去骑行 带上自己的宠物 甚至去玩皮划艇 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要设计感想要它精致的车 那这些方面这它经历五号 确实都做到了 那说完我起来给大家上后排来体验一下 我176的身高 前排是我调整好的座椅位置 后排这空间 你就说这2900毫米的轴距有没有用吗 一寸长一寸强啊 哇这腿部三拳还多 就几乎是一个小臂的长度了 然后你要二郎腿比较惬意的坐 下面往下横一点还是正着坐 都没有问题都OK的 而且它靠背角度能实现调节的距离非常大 电调的看见没 现在是最直 如果往下躺下去 OK 现在是最躺的状态 就坐在后排你就会觉得开阔感做得很好 然后往后一躺就比较惬意 不过座椅你看前后不能移动 我觉得如果要再加一个手动的前后调节 那将会是绝杀 还有这个月多灯小细节 大家看到吗 有一种让我在做商务仓的错觉 因为商务仓的阅读灯 其实都是这样可活动的球形的设计 而且它整个光来着也比较柔 其他配置方面 两台七的接口其中一个是60瓦的快充 整个后排的体验 我觉得按这个价位的设计来说 算中规中矩 偏中上水平 这车还有一个比较牛的地方 就是集合了一个233英寸全彩激光投影影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看露天的汽车电影的 那你就想象一下结合我们日常的使用场景 你开这个车周末和妹子出去逛街的结束了一天 大家稍微有点累 但是不想回家 那这时候你带他去荒郊野外 连路灯都没有的地方 你们都期待着发生一些什么 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你好smart 打开投影影 往往一打 开始看露天电影了 太老妹了 这个使用场景不就一下子给结合上来了吗 你看他投影影的位置就设置在进气格山当中 黑条的这个位置很隐蔽 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平时不用就有一个盖板自己给它关起来了 这台车配备的是一个100度的大电池 800伏的架构 号称能到4C的充电速度 所以之后如果有机会拿到这台车的试驾车 希望我们拉他去比较快的一些装上 看他的充电速度到底能跑到多少 好久你们说了这么多这台车它野的地方 这么想带你出去玩 你看又是全彩的激光投影 又是行李架小书包梯子 还有空气悬架可调节的幅度非常之大 还有电动的拖车沟 1.6吨的拖车资质 是不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干 那就是真的带他出去 所以他飞夫装路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走起 OK在正式进入飞夫装业的路段之前 我们先经历了一段比较狭窄的山路 那开这台经历五号跑山 讲真作为驾驶者来说我是很happy的 因为这台车它首先指向的感觉非常好 然后整个车身跟随转向那个动态的感觉也非常好 但毕竟是一个比较高重心的方盒子 而且它的底盘调的相对来说比较软 它不太适合那种非常激烈的跑山路况 当然我相信也是没有人会拿这个真正去跑山的对吧 但你就拿那么稍微快一点速度 在这台精灵五号跑山你是能感受到一点驾驶乐趣的 这台车整体开起来还是那句话非常的跟手 那现在我们正是进入这段飞夫装的土路了 确实路面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就这种路面状况而言 我觉得对Smart来说 那手拿把架千万一举 那再强调一下我们这台是单电机没有选择空旋的版本 那如果你是四驱且选择了空旋的话 它的飞夫装路面驾驶能力会再强那么一些 但我觉得买这台精灵五号的朋友应该不会有去到这么极限的越野工况去挑战吧 那很多人买大机买卫视 基本上都就拿来在城市里面代步嘛 对不对 那飞夫装路面驾驶能力你又不能没有是吧 万一真的出去玩想去一个观景台 还要去之前有一些这种土路飞夫装路 有那么一点轻度略的情况 那你的车得很信任 所以这才能够 前当中玻璃活作业技巧的地方 其实我们这条路还是比较考验通过情的 你看还有一些小一种炮弹坑 如果是选中了空旋的版本 我们这台精灵五号它空旋条件的幅度最大是可以到90毫米 你看因为这台车它轴距比较长 然后它的后旋和前旋又比较短 所以接近脚和离去脚的数据其实做的还可以的 所以现在我们后车跟着看前车 你看它很明显的看见它屁股那一段 它整个离去脚数据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它来说有点难了吧 还可以哦 这个是真的有点难 你看它后轮都已经离地了 看见没 这个角度就看得很清楚了 它那些接近脚离去脚什么之类的 哇塞你要想这是一台不选空旋的车呀 这台精灵五号 能过这种路讲真我觉得还是挺牛的 OK兄弟们 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面 铅完了这台全新的精灵五号 它带给我两个最深刻的感受 第一 就是它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也 你别看Smart在我们原先传统的概念里面 可能是一个更多在都市用的小车 但现在无论它看起来还是实际用起来 全副武装了之后 那真的挺野的 该有射灯 有行李架 有小背包 有机子 有电动拖车勾 硬派越野车有的 它一个不辣 第二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很强调品质感 且什么方面都会一些都懂一些的车 你看要副驾的零重力模式 要副驾的屏幕 它有了吧 800伏的平台 空气悬架 CCD 这些也全部都有了 激光雷达也有 所以自动驾驶辅助这方面 它也做得不错 所以这么全面的一台精灵5号 预售24.5万元起 10月27号正式上市 它最终的售价到底会是多少呢 对它感兴趣的朋友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线下的实体店 好好感受一下 然后等待它最终的价格 相信会给我们一些惊喜的 那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是Aki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